远景骑车往前追 而眼前这辆休旅车 驾驶却猛踩油门 一路逗退路 开到前一个路口才停下来 但他仍不下车 警察拿出警棍 破床制止他冲撞 终于驾驶开门了 男子脸红红 但比他更紧张的 是副驾驶座上的女性友人 双手合十不断向警察求情 最后一杯五点半 五点半 原来他明知 开车载他的驾驶 黄姓男子酒后开车 遇到警察一度还想跑 时间往回到 25号凌晨六点左右 台中警四分局 林明派出所远景巡逻 发现一辆休旅车 转弯没打方向灯 追到了前方红绿灯 要拦查 黄姓驾驶开了车窗 远景闻到浓浓酒味 利用酒精减脂气一侧 休旅车驾驶 一听到语音关起车窗 倒车踩油门要逃 被警察追上 第一时间驾驶剧策 还一直说要等自己的律师到场 我现在非常吹急 我可以剧策 我先联络我律师 这是我的权利吧 这是我的权利吧 这是我的权利 因为在全律律师来之前 这是我的权利 律师是在你 这是我的权利 明明违法 酒后开车 却只顾着自己的权利 原来男子有酒驾前科 这次是十年内再犯 警方将人带回派出所 他才配合酒册 酒册值高达0.54 一斤超标 黄姓男子 酒驾累犯 不只要被加重罚还 吊销驾照 公路主管机关还可以公布 他的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 还有当时不断为驾驶求情的女性友人 也被依法连坐处罚 酒驾黄男 找来了律师 但还是被依 违反公共危险 妨害公务罪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正办 TVBS新闻 江军燕 陈其军红 采访台中 采访报道